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统讯 他上乡时 他接收到了 观世音菩萨的意念 菩萨是这样说的 他说观世音菩萨 因为师父最近 一直在强调 这个白化佛法的重要性 观世音菩萨开始 他说 祝弟子你们听好了 多学习你们师父的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里面全是能量 白化佛法是你们回天的阶梯 里面的内容 能让你们错明开悟 白化佛法 看一遍 有一遍的能量加持 里面的奥秘 要靠弟子们去悟 根基不同 悟性不同 孩子呀 2018年会有更多的护法 下来护持我们心灵法门 护持你的师父 为更多精进的孩子 扫除修行上的魔障 前提是 你是一位精进修行的好孩子 广度有缘众生 多为众生付出 只有精进的同修 才有更多的护法保佑 接着观地菩萨来了 观地菩萨说 要好好地走出去 走出去 无法度重 为你师父分忧 为观世音菩萨分忧 2018年 天上下了很多护法 为你们这些精进的佛子 保驾护航 要好好护持你们的师父 今年天上收人更快 教恶业者绝不留情 立即带走 只有修善 积德的人 才能躲避灾祸 告诉你身边的佛 有及家人 让他们好好诵经 放生 躲避灾祸 师父 都是菩萨讲的 这个 师父可以验证 觉得全部都是 一个观星菩萨 一个观地菩萨讲的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 有几个问题 你看观地菩萨说 今年天上收人会更快 造恶业者绝不留情 立即带走 之前南京菩萨 去年的时候也开始 明年报应也会很快 一定一定不要 一定一定不可以噪音 两位 两尊菩萨都开始 今年的报应会很快 请师父 开始一下 是以后每年的报应 越来越快 还是今年的特殊性呢 师父 你开始一下 我讲个事情给你听听吧 你看 就说我们澳大利亚 这次过新年 元旦之前 放假 你知道 收了多少人 我问你 二十八个人不算少了吧 出交通事 一收就二十八个收掉了 十大 年纪最大的 也就是五十几岁 最小的二十几岁 基本上都是三十岁 四十岁的 二十八个排派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报数也得报两遍了 我就讲给你们听 什么恶人有恶报啊 所以你们心平一点 有人欺负你们 诽谤你们 污蔑你们 很简单 把自己的善心留着 不要把人家的恶心把它放在自己的心中 你没有恶气 人家照样受报 人家受报了 你还要可怜 因为你闻到了佛法 你没有受报 你要说你要受报的话 你过去骂人 作恶是没有啊 有有 好了 所以当别人弄你的时候 你要可怜他 因为他很快就有恶报就来了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离开身 那师父 那观世音菩萨是说 只有经济的同修才有更多的护法保佑 请问师父 怎样才算经济呢 你如何理解观世音菩萨说的 这个经济呢 师父 你不是很经济吗 我听师父开始 尽自己一切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不要偷懒 不要浪费时间 你今天坐在那里发呆 你就叫浪费时间 你今天觉得接下去没什么事情做了 你就叫浪费时间 浪费会命 你这就叫不经济 你今天浪费粮食了 你今天没有渡人了 明明可以渡的 你没渡 明明可以接个电话 跟人家讲清楚的 你没讲 明明你应该帮助别人 你没帮 你就叫不经济 明白了 师父 一个人这的话就是让我们充实起来 这就叫经济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不是充实起来 不是充实起来 充满佛光 充满菩萨的智慧 充满菩萨的慈悲 你才叫经济啊 又没慈悲心 又没有佛光 又没有明心见性 你怎么经济啊 你告诉我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始 那师父 那是 观世音菩萨说 里面的奥秘 就白化佛法里面的奥秘 要靠弟子们去悟 根基不同 悟性不同 请师父开始一下 白化佛法里的奥秘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师父 你看看看 观世音菩萨 讲的多好 你看师父平时讲的 跟你们说 浅望浅看 深望深里看 有多少水平 你会看出多少内涵出来 师父你讲过 我讲过 你看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不知道八个字 讲的多好啊 你再告诉大家 哪八个字啊 他说 根基 根基不同 悟性不同 看见了吗 你 你 你浅的根基 你看出来 只是一句白话 对不对啊 你根基深的 你看出来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 我举个简单例子 洞中有静 静中有洞 你一般的人 根基很浅的 是啊 洞中有静 哎呀 我在 我在平时做事情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要静下来 我有时候静的时候呢 我的脑子啊 心也在动 那就是浅的 但是你要是 学博学的很深的 大家就知道了 动中有静 因为人真正需要的是去除虐障 去除本性当中的障碍 什么叫动中有静啊 就是我们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在人间 我们在运作 在延迟自己的寿命 在消耗自己的生命 但是在这个动的当中 我们有静 静是什么 静是智慧 静就是学菩萨 你这么深的理解 不一样了吧 对对对 那静中有洞 你什么叫静啊 对不对啊 你今天在人间 休息的时候 你也不浪费时间啊 你也要心中有佛性啊 你也要动善念啊 动慈悲的念头啊 这叫静中有动啊 人的个性不一样 理解都不一样的 所以菩萨说 根基不同 理解不同啊 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那师父 那菩萨说 白化佛法里里面 全是能量 白化佛法 看一遍 有一遍的能量 那请问师父 那正常的 那这种白化佛法的 能量的获得 怎么去更好的 去获得那师父 获得 获得 怎么获得 很简单 想通了就有获得能量 对不对啊 比方说 这个人本来 已经对这件事情 没希望了 比方说 我们过去摩尔本 有一个女士 她要压低人家 三万块钱房租 就是买房子 结果人家不卖 她就 她觉得很失望 很想要这房子 也买不到 但是呢 她一看师父 写的 啊 你盖你的就是你的 不盖你的 你也求不到 她获得了能量了 她说 对了 这个东西盖我的 她总归会找我的 不盖我的 我求也求不到 她有能量吧 然后果然 没卖出去 人家又打电话给她 好了 给你了 她说 省了三万块钱 就是师父这句话 让她省了三万块钱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 此别开始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